为了抢农油券这块大饼 高雄市农业局祭出好康三重送的活动 除了可以同享纸本振兴券 消费满五百送一百元的高雄券优惠之外 还可以不用登记 就可以直接来抽大奖 而最大奖是电动机车 此外还有各区的农会加马镇的农油行程 希望在疫情逐渐趋缓之际 能够邀请各地民众来畅游高雄的农村 民众除了拿到振兴五倍券 还有机会可以抽中八大部会的加马券 为了抢工农油券商机 高雄市农业局就祭出了好康三重送 第一重除了市府推出紫本振兴券 消费满五百元送一百元的高雄券外 只要是有合作店家农油券也适用 等于直接送百分之二十 第二重则是可以抽大奖 我们有增加了一个所谓的高雄农油券加马 越来越抽的这个大活动 我们准备了六百分的那个奖 那其中最大奖就是我们 的电动机车 还有我们的高雄农特产 免费吃一年的这些大奖 包含山西跟农特产等等的部分 所有的朋友只要在高雄市的合作 农油券合作店家进行消费的话 免登陆发票我们就会直接来抽 每个月会抽出我们一百名的那个奖项 然后总统连续会抽了大概六个月 如果农油券的店家有开立发票 还可以在歌雄开德坛的官网登陆发票抽奖 等于有双重的抽奖机会 此外第三重就是各区农会都会有相对应的农油行程加码活动 期盼在疫情解封之际 邀请民众一起来畅游高雄农村 所以我们发的农油券 它就可以挣充四人份的 所谓的全家一起採毛豆或是採白玉蘿蔔的体验 那我们像是鸟松农会 大树农会或者是大阳农会等等农会 区域的农会都有不同的特产 那大家到区域农会里面进行这个消费的话 我们最近农会都会组成一些所谓的消费的组合 很多都是相当超值 有些是跟农油高雄做一些整合 农油券即日起开跑 发行面额888元 共有146万张 根据去年农委会统计 高雄市124个消费点 整体带动消费金额约3.7亿元 因此各个农油相关业者 都在摩拳插掌要来抢工这块大壁 去年我们有统计整个高雄市农油券的效益 达到了3.7亿 那那单单针对我们高雄市地区农会 一间农会就有获得大概1700万农油券的这样的收入 那对于区域农会的收入来讲 尤其是农产品的推广 那是相当大的一个鼓励 所以这一次中央在推出第二波的农油券的加码 大家也是相当的期待 尤其对于台湾精致的农产品 能够透过这一些国家农油券体系的奖励 能够让大家消费国产的产品 那这是大家农民最期盼的 高雄市用农油券店家约有120家 只要贴有高雄券的标示贴纸 就参与加码证的活动 民众可以到高雄开地坛的官网查询 dw A OB OB OB